这个混沌之人一直是贯穿那个战神系列史中的一把武器 混沌之人它是一把链刃的可以召唤火的刀 对我自己的意义特别的 小时候就觉得很酷很帅 新战神开始他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才重新把这个双刀拿起来 守护自己的儿子 自己也有孩子 所以这个在一个父亲的眼里觉得是挺感动 这个情节对我触动很大 游戏里的兵器可能更多的就是代表 或者承载这个游戏人物自己的背景 还有这个整个游戏的文化 它不单单是一个冷兵器 断道是从去年三四月份开始的 从最早用木制品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好加工 慢慢要提升一些就是用铝制品 它毕竟是金属嘛 铝制品到后来又不能满足我的效果了 所以我断道工艺来进一步的达到质感 主要是想做戏做精 前天还把脚砸了 没有鞋就粘在脚上 温在一千多度的时候 附近都会有上百度的 担带机膜会崩东西 打到这个身上 然后直接从站着给我打躺地上 缓了半天缓不过来 身体方面辛苦其实是对我影响不大 最难的就是你找不到方法 因为没有人可以传授你这些技能 操作的时候用到的那种技术 都是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 看视频针一针记 翻译软件 一句一句翻译 一点一点学之验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我那时候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失败了大概五到六次 具体记不清了 做出来大概这么大块钢皮 料不够 然后又重新又做了一块 然后把它们断合在一起 这个层数稍微有点高 500多层 就是因为钢不够了又叠的 像馄饨真人这种立像 都得一年以上 最开始想用大把石鹅来做 做的过程中 失败太多了 然后我们用单钢来做 这就是最开始练习的时候 就是断合不上 这个也是 这些都是 整个钢都废掉 这种东西又没有人教 好多都是给 然后一步步踩坑自己实验 那你就得去试 就是探索精神吧 想把这个游戏虚拟的东西 变成现实 本身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事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游戏冷兵器道具师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就是你想做一个道具 它今天我可能是用了断道 然后用了铸造 湿蜡法 可能明天我就用木工的方式雕刻 然后用 比如用尼龙 用树纸 用各种各样的材料 用各种各样工艺 来达到最终实现 现实生活是很枯燥的 我有一个游戏世界 一个第二个精神普香 然后我把那里边的东西 能化研出来 让我的这些观众 我让其他人都看到 让人一眼就看出来 像从游戏里拿出来 觉得你很牛